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者笑着说 好啊 既然大家关心 我就说两个吧 一是中共为什么没有阻止习近平的联论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北戴河会议 有人说呀 这个北戴河会议在胡锦涛时代就被取消了 习近平上任后又恢复了 到底有没有北戴河会议呢 当然有啊 海外说没有的 无非两种人 一种人是不清楚 因为胡锦涛执政后的确取消过 另一种人就是党的外宣搅浑水的 希望大家不要关注北戴河 大家知道北戴河会议结束了 为什么中共元老没有阻止习近平联论呢 一呀 党内有规矩 老干部不能干预现任班子的工作 只能献计献策 二十二零一八年二月 在人大会前 中共又突然召开了三中全会 讨论的就是修改宪法 取消任期制的事 但那时习近平反腐败 战股辉煌 中共的老人家族啊 大都屁股上有死 他们不满意 但没有能力阻止他 既然二零一八年都没人阻止 今天大家也就不资深了 中共元老宋平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呈苦口婆心的规劝习近平 不要左侵 还是要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他希望习近平能够悬崖勒马 不要把中国带入到文革和北韩模式的深渊 据悉啊 那次谈话很不愉快 已经握有绝对权力的习近平 翻脸如同翻书 并不练宋平辅佐之恩 以至于当时101岁的宋平 在家里骂自己瞎了眼 看错了人 大家知道江泽民现在已经96了 竹龙基也已经93了 他们近几年其实都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 为什么 身体受不了啊 再说红二代吧 应该说习近平对他们不薄 上任之初就召集他们说 钱你们也赚足了 过去的事就不再追究了 只要在政治上不犯事就安详晚年吧 习近平学的是宋太主赵匡应 杯酒是冰权 事后啊 他也是这样做的 红二代基本没动 至于邓家女婿吴小辉之前习反复打了招呼 但这家伙不停的向外倒腾之心 最后习不得不拍板抓人 习跟红二代定了一个规矩 那就是对不听招呼 有政治野心的红二代 红三代和民营企业家都要尽身出门 纵法亲民 但听招呼和不碰政治的一律报平安 习近平上任之初 为立规矩还对自己的家族啊 约法三章 习让自己的姐姐习安安和姐夫吴龙 解散了他们的公司心有通讯 这家曾号称中国IT界具有相当成长空间的高科技公司 从此飞灰湮灭 而其所有资产变现后 主要用于潜上数千员工 习的姐姐习巧巧和姐夫邓家贵 也陆续退出了至少十家公司的投资 这些采矿业和房费产业的投资 多达数亿美元 有些股份转让给了肖建华 从那以后大量的中共红二代和光二代 开始退出商界 与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朱龙基的儿子朱云来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以及成员李小林等等 但这个事被媒体人陈杰仁给披露出来 2014年最后一天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了陈杰仁的文章 习近平房府 肃清亲属企业 说的就是这个事 陈杰仁本想是拍习的马屁 但引起了习的震怒 于是陈杰仁也就只好待在狱中了 至于9600万中共党员 大家可以想想 他们为什么入党 不就是为升官发财吗 他们没有政治信仰 谁当总书记 他们其实都不关心 谁会用鸡蛋去撞石头呢 再说第二个事吧 习下礼上到底有没有这事 其实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相信这个传闻 李克强十年执政 已经成了最弱势的总理 天天盼着平安落地退休 这个传闻让李克强也很惊讶 没想到中国人民对他赋予了这么大的重担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传闻 人心思变 苦息久矣 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 但还是传播 其实就是一种发信 真正相信的 应该是对中国政治运作 不太了解的底层民众 李克强 是中共改革派不佳 在经济政策上 与习近平不合 也是事实 但他们都希望中共长期执政 都不希望中共的船 在他们的手中翻了 习近平认为李克强无人 不是当宰相那块料 李克强的经济政策 的确有很多失误 这也不全是他的错 习近平但想让他背锅 他当然不干 为了制服李克强 习近平曾翻出了历史的脑账 说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期间 GDP数据造假 这个事是真还是假的 客观说是事实 当年胡锦涛想把李克强扶上总书记的位置 但做总书记需要有光环 需要有业绩 于是辽宁为了李克强造了假 本来这事中共高层都心知肚明 因为这种事不是他一个人干过 习近平也干过 后来辽宁经济几乎崩溃 再加上习近平别有用心 于是这个案子一翻出来 就小题大做 国内经济问题你不背锅 至少辽宁的问题你得背锅吧 据说李克强气得要吐血 说到这里老子有点疲惫了 我赶忙跟他到场让他歇息 老子见我情绪低落 笑着说习近平连任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看傻乎乎的金正恩 不一样统治的铁桶一般吗 这是制度造成的 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退休啊 大事都有他来点头 江泽民胡锦涛也不是不想连任 只是根基太浅 但我告诉你 习近平政权有他致命的落点 听到这里啊 我有点兴奋 赶忙问什么落点呢 老子说任何人 任何统治者都有他致命的死血 或者说卵肋 就说毛泽东吧 他致命的落点就是挑战人性 文革是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战 但他被彻底打败了 不是败于他的对手 而是败于人性 文革是毛泽东对人性的宣战 他要消灭人的私欲 让人成为大公无私的人 但这只有上帝能做到 毛泽东连他自己都改造不了 他的七行六欲不比任何人少 大公无私 为基础的共产主义 不是不符合中国的国企 而是不符合人性 邓小平的致命落点 你应该知道 那就是腐败 六四后 他开启了权贵资本主义大门 但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法治和公民社会 结果腐败 像病毒一样无法遏制 习近平今天的倒行逆施 也可以说 邓小平是有责任的 他的改革开放 到了习近平时代 根本就走不下去 习近平致命的落点 到底是什么呀 我有点急了 老泽不紧不慢的说 没有明星 这也是邓小平给他挖的坑 我说习近平没有明星 一些朋友会不服气 他们说 你看那么多粉红 那么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 佩洛西访问台湾 这些粉红们盼嘴啊 打飞机 这不是明星吗 但这不是明星 民族主义没有意识形态 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 就像猎户 但他不仅会让习近平自得意满 而且会绑架他 习要重塑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起制 但中国人已经没人相信了 习要打通前后三十年 为文革方案 但中国人不愿走回头路 习近平要科技创新 解决美国芯片卡脖子的问题 也要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但中国人知道大跃进的结果 是三年大饥荒 和四千万人被活活热死 习近平想对香港全面管制 二次回归 但大多数香港人不干 相反怀恋英国殖民时代 习近平想打台湾 一统江山 但谁愿意去当炮灰呢 那些叫嚣战争的粉红 又有谁愿意上战场呢 四十年改革开放 相当多的中国人走出了国门 见识了西方的文明制度 把美国描绘成凶神恶煞 谁会信呢 你去看看书店里的书 宣扬普世价值的仍在畅销 看看中国的教育 多少家长把子女留学西方 视为骄傲 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家 实行极权主义 这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路啊 现在既没有共产国际的时代背景 又没有外敌入侵的民族危机 一个和平时代 习近平如何能动员 中国人誓死如归 去屠杀自己的骨肉统胞呢 没有民心的习近平 是无法将中国人拉回 极权主义时代的 就说大学的告密吧 又有多少学生将自视之为责任和荣耀呢 如果告密成风 将西方宪政 西方文化的教师 为何还站在课堂上呢 贺卫方张千帆 国语华等工资 不是还在培养学生吗 再说警察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警察国家 警察滥权 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为什么 很多老百姓感觉 中国没有什么变化 原因是很多警察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消极代工 习近平的统治 没有官员和中国老百姓的志愿配合 他就形成了有限社会自由的空间 于是中国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社会现象 观察越来越主 社会上却风品浪尽 老百姓想过去一样过二次 二十大习近平将进入他第三个任期 但他缺乏民心的支持 他的威望是打压出来的 宣传出来的 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 习近平的政策很僵硬 一味满干 见过世面的中国人 不愿回到毛泽东时代 他们希望走进宪政民主时代 而学死和威望都不具备的习近平 却希望回到极权主义时代 甚至想终身执政和主宰世界 这样啊 他就像纸糊的灯笼一样飘在空中 那什么是中国人的致命弱点呢 我笑着问老子 老子说呀 中国呀 是一个权谋民主 聪明智慧 但不讲公平正义 不愿为权力而献身 希望搭便车 吃免费的午餐 就比如 习下礼上嘛 如果真这样 老百姓就不需要上街了 也不需要流血抗争 中共内部权斗 就把问题解决了 又可以回到 闷声发大财的日子了 其实啊 温家宝总理看得很明白 他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说 我深知改革的难度 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 必须有人民的决心 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 说人民需要决心 这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啊 但大多数中国人 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老子说 习近平没有明星 也是邓小平给他挖的坑 邓小平用人性的贪婪 瓦解了中国人 追求民族自由的斗志 也使习近平无法让中国人 崇拜他 为他疯狂 所以习近平根本无法否定 邓小平 未经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